世界美食之都中國匯聚豪光2019系列活動 於20日在信軒海鮮酒家舉行美食齊分享啟動儀式 今次活動將會於21日至23日一連三日設美食免費分享活動 共有30家酒樓及食店於午市及晚市時段 讓市民及旅客免費入場品嘗美食 大會總監葉少文表示活動邀請到成都、信德及本澳的業界參與 能夠促進業界的發展並推動澳門的美食文化 第一團結業界 讓業界各自搬窩學習提升出品 第二希望將世界美食之都的澳門能夠提升國際地位 加強無論本澳、海外、國內的宣傳 這令澳門的美食之都更加知名度高 吸引更多遊客來到澳門 另外葉少文又指出現時澳門整體的飲食業市道欠佳 特別是靠旅遊業生意的食店 他希望借助大灣區增加澳門的旅遊宣傳 亦透過舉辦美食活動吸引客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